當然這個民眾黨現在是講說 不過這個柯文哲 目前在至少在總統這一塊 跟郭台銘是不可能合作的 那現在這個謝典玲也講 說侯友宇這邊 他也踩得很硬 然後說這個侯友宇這邊是最僵化的 根本沒有合作的空間 接下來的 李正浩真的是信賴之友 對不對 主題都 信賴之友 一直在鼓動 郭台銘跟柯文哲 我說過一百次了 郭柯就不可能好 兩人都空戰 你今天是要合什麼 我跟你講說比家庭 比陸軍 比組織對不對 你今天柯文哲的空戰比郭台銘更厲害 你郭台銘開螺旋槳 我剛才已經跌到F-35 跟你現在戰這個有的不的 所以就跟你說不可能合起來幹什麼 死囂張啦 但是謝典玲講說 如果合作的話 謝典玲說的會不會準成嗎 他說議長叫郭柯市長 你知道很多議長 已經出來 私底下已經在說了 即使郭柯柯也不會贏對不對 對不對 只有謝典玲在想而已 不過張榮衛也要辦那個餐序 張榮衛的問題是辦餐序 他只是禁他的什麼 人事而已 對不對 正前不是禁人事聽天命 不可能會合 你今天說真的話 如果真的會合 你說柯文哲 為什麼要取消八二三金門之旅 對不對 我去給你戰車 去給你驚台對不對 問題是出在說你郭台銘動不動 每次在上河看中誰 那不像古時候的那個土豪 看上哪個漂亮的女生 我才搶獎回家 搶獎名女 他就是要把你騎去 所以你說你今天的話 你今天郭台銘的話 真的壞習慣 他以前在商場是併購 併購慣了對不對 所以人家動不動 看到這個黨 國民黨不錯 幫你併購 那個什麼 我就講說一直在告訴人家 講說國民黨搞他兩次 誰搞你兩次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四年前你自己想要玩的 我那時候還用那個什麼捐款 什麼東西 弄了一個什麼榮譽黨員 搞了一個頒證受證儀式 對不對 你就比出韓國瑜 你就看不清楚時事 那個其實韓國瑜 穿得抓不住 那個生涵人 我就跟你說 即使我今天尿道結石 我腎結石 我電話拍的 就不可以放 就是為了要接那個民調電話 真的 那個時候的韓粉是這樣 對啊 是不是跟你講說 這種情況你要跟人家比 對不對 你怎麼會秉得贏人家 這一次幹扯 你今天出來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的民調不是 弘東武林 驚東萬高 你又不是救世主 我憑什麼找你進來 你還不是國民黨員 四年前罵了我一頓 對不對 說什麼爛黨 什麼東西就跑掉了 你今天四年後要回來 很清楚 我不讓你入黨 就是表示說不快 你去賣 像李德維今天講的 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李德維罵這個 為什麼不能罵 我就跟你講李德維他講得很清楚 今天是他如果郭真的獨立參選 而且又挖那個國民黨的牆角對不對 你真的國民黨很熟悉嗎 你這樣軟頭沾滾 一直來給我撞的時候 孰可能孰不可能 開幹還跟你開始客氣什麼 那先決條件講得很清楚 你獨立參選嘛 今天八月八號 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嗎 對 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老郭今天就突然間講說 郭爸爸要出來算了 做你們的老闆對不對 你看他今天 他只是講說 我要跟麻生太郎碰面 你不去日本跟他碰面 你等人家來搭便車 這個誠意在哪裡 人家就差一開了 對不對 接下來 他說又在講說 主流名義大聯盟 是支持努力的目標 派能夠團結所有的主流名義 你憑什麼跟人家 團結主流名義 你告訴我拿錢嗎 你叫我一共就大家都傻了 沒什麼事 我就跟你講說 全世界還是有不愛財的 沒有那麼沒人格 對不對 你一天到晚都選選選 我今天可以鄭重宣佈 老郭應該是不會選了 對不對 我講實際實在話 你八月八號沒有宣佈 郭爸爸寫給年輕人 還有八二三 八二三現在柯文哲不快 還有八一七 還有八月底 九月 我就跟你講說 我已經跟 我呼籲 呼籲侯友宜 說不下去 八二二三也不要去金門 叫侯友宜也不要去 對啊 我今天要紀念八二三炮戰 我爸就八二三炮戰老兵 你在台灣清除不行嘛 對不對 請許利農出來 請那個去中列祠 或幹什麼去拜 那個活動不能辦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金門 我跟你講我幫分教 你郭台銘自己一個人 一口溜溜溜去金門 看你要變這些棒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八二三也搞不起來的時候 八月八二你也沒宣佈 那接下來你還等到什麼 九月多就要 你的副手 而且我跟你講 你副手要找誰 想要副手 找一個能夠幫你加分 我跟你說現在找副手 怕都不失分就好了 對不對 你要找誰 看一看現在誰誰沒有 不會失分的 我推薦我 我不會失分 對不對 我也沒有me too 也沒有什麼財產 什麼不明罪 或什麼 這電視台主管當那麼多年 我也沒有傳出什麼緋聞 沒有什麼性殺什麼事情 我在外面也沒有負債 只有人家欠我錢 我從來沒有不欠人家錢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今天要在政壇裡面找什麼人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算了對不對 不算了 而且今天謝臉您出來講這個話 很清楚的告訴他 我選要選贏的 地方派系 不是每個人沒有腦袋 對不對 你獨立參選不會贏 我也不會挺你郭泰銘的 他跟柯文哲在一起也不會贏 他是沒有講這句話而已 一直挺這個 他只是找一個後路而已 我跟你拔這麼大了 你到現在還沒動作 我就要爭竊的 我都退黨 對 我都退黨 柯文哲都牽了說 你怎麼這麼衝動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啦 就要逼老郭參選 問題是老郭現在就沒出路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很多事情就這樣 你接下來郭台銘 如果沒有了 事情單純化 不要再一直講 郭柯和郭柯配了 對不對 你怕要站在桌子上的時候 人家不願意 所以就跟你講 郭台銘如果沒有選 對不對 九月過了之後 整個選情就會單純化 秉昌昊起床了 你也不要想要躺在 躺到明年一月 沒問題 就請教年化 你怎麼看這個謝點玲的 這個說法 郭台銘如果要獨立參選的話 我們是不會支持的 但是如果郭柯合作的話 我們搞不好全臺灣的 這個議長縣市長都會出來幫忙啊 謝點玲講話 能不能代表全臺灣的議長 我個人是畫一個問號 因為以他在國民黨內備份 今天如果是王金平講的話 我信 但謝點玲講 我說實在 我是保留很大一塊空間 他可以代表他自己 他可能連彰化的紅派 就是他們謝嘉斑 都沒辦法完全代表 因為謝嘉斑真正的票 並不在謝點玲手上 他也不是掌門人 對他掌門人其實還是他爸爸 所以他是不是代表他 我是保留 但是我覺得謝點玲今天講這個話 很顯然他是在逼郭台銘表態 因為之前很意外 他之前挺郭挺到都退黨了 突然說郭台銘獨立參選 我不支持 其實應該這樣講 謝點玲是不是挺郭 我也保留 但是謝點玲不挺侯 這確定 當然他也不會挺賴 他挺的是非率裡面 有機會當選的組合 所以他為什麼說要郭柯沛 因為如果郭單獨參選四個人的話 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是賴清德會當選 但是郭柯沛就理論上來講 他是有勝算的 他是有勝算 所以謝點玲挺的是 有當選機會的非率組合 他並不是挺郭 地方派系沒有在考慮誰當選 他在考慮是 我怎麼樣 我這一這個賭 這賭賭的有價值 我要賭對人 當然要賭對人 他玩很大 還有後面啊 他都退黨了 他退黨 結果最後什麼都沒有 那不是很衰 沒料很大